民国98年6月22号 当年大圆香公所为了要推广篮球 成为部分男女老少都可以从事的全民运动 因此特别在当年举办的乡长辈三对三篮球赛中 新增一个组别老马组 大圆香体委会更同步成立大圆香老马篮球队 希望能号召更多人享受篮球的乐趣 当年这场乡长辈篮球赛共吸引了70多队报名 而新增的老马组也令人惊喜发现 场上六位总年龄加起来绝对超过300岁的球员们 在比赛中选展现了身手不凡的技术 从船接球到带球上篮 就连长距林远舍也难不倒他们 这群阿公吉的选手实力可说是丝毫不马虎 当年大圆香体委会表示 只要是年满50岁且对篮球有浓厚兴趣的人 都可以申请加入大圆香老马球队 与志同道合的球友们一起在篮球场上 享受运动后汗水淋漓的痛快感 记者终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